严嵩败相 这是他溜须拍马的结果 朱明王朝赶上嘉靖这么一个皇帝 就够悲哀的了 在嘉靖朝又赶上严嵩这么一奸相 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从这时起 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 严嵩被罢官 中间只有两年时间 夏元复出过一小段时间 其余都是严嵩担任首府 前后执政达二十年之久 这才叫祸国殃民 嘉靖世宗皇帝 常年身居西院 专世摘教祈祷 是不上朝逝世 朝真宗除了严嵩以外 一般人根本就见不着这皇帝的面 严嵩出任首府的时候 已经六十多岁了 居然能像青壮年人一样 精神焕发的 日夜就守候的西院 有什么事 随时听着皇上宣教啊 皇上找的也好找啊 世宗由此对这严嵩越加信任 刺他 中秦敏达四个字 没多久 又陆续的给他刺贬 和严嵩府中 从大厅到内堂 从藏书楼到卧室 这么说吧 没有不挂贬的地方 可见皇帝 给他写了多少块贬吧 严嵩正好利用自己 独成顾问 这么一个有利地位 窃权专行 排斥同僚 世宗下的圣旨 讲的话 严嵩一律是密而不宣 即便是内阁的俯臣 也不得而知 至于票你之事 严嵩更是牢牢把握了 票你啊 先给皇帝出一个草稿 看这么写行不行啊 这么判断对不对啊 这实际就代表着权利啊 皇帝那一同意 从写一万再一盖章子 那就叫旨意了 严嵩绝不能让人 参与票你权 他自己就亲自把持 大权劲在掌握 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着 严嵩就渐渐摸透了 世宗的脾气呢 世宗对臣下疑心很重 即便是严嵩的话 他也不全听心 时不时的找来一封奏折 自己读断 又常常的故意 跟严嵩的意见相反 想以此来对严嵩的专权 有所抑制 他哪知道啊 严嵩比他还机灵呢 很快就掌握了 应付皇帝的办法 严嵩察言观色 反其道而行之啊 想排斥陷害某人吗 你就不能说这人不好了 必须在世宗跟前 夸这人长处 怎么怎么优秀 怎么那么招人喜欢 越怎么说 世宗越不信 贾境皇帝 似乎是对严嵩这番话 完全往反处理解 说着说着 严嵩稍不留神 溜出一句那个人的过失 没一点还差一点 好像无意中说这么一句 这一句话 就触及了世宗的忌讳 跟不满之处 既然有过失 那还不问罪吗 得 判了 这就严嵩这路人的高明啊 值得今天还有这样的人 是名花案八呀 严嵩玩得很高明 通过这种手法 把持住了皇帝的喜怒 从而达到了他排斥一己 结党营私的目的 严嵩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你想 他出任首府的时候 已经六十多岁了 随着岁月推移 年事见高 但是他还是日夜 事后在西院 毕竟老了 当年那份精神头 在六十多岁时候 已经就算齐人了 你想 这就够怪了 好些人活到五十多岁 就老病而亡 他六十多岁 跟青壮男人一样 精力焕发 天不天在这守着 谁也比不了啊 但毕竟年事不饶人 再上几岁年纪之后 有时候就难免老朽糊涂 不过他得找一帮忙呢 找外人那哪行啊 这都是大权 得交给自己儿子 他让儿子严世帆 来做他的帮衬 先给儿子升官啊 让儿子坐到 公布左侍郎 这严世帆 也很有能耐 畅小食物 扑通国典 对世宗的手掌 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世宗的笔迹 而且 世宗的意思 他是一目了然呢 是那文章看懂了吗 不是 是世宗心里的想法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并且能揣摩着皇帝的心意 按他的想法去做奏达 尤其 严世帆经常用重金 来收买世宗旁边这些近视 这个太监那个姑女 他都有接触 随时掌握这皇帝的言行举措 因而 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的时候 严家父子都有准备 严嵩一看 哪找这儿子去 太精明了 就让严世帆代为票你办事 那么各部委的大臣 要有什么事 各衙门有什么公务呢 找严嵩你来裁决 他总是叫东楼去裁决 东楼就是严世帆的别号 严嵩父子 趁机是招财纳会 经常根据贿赂的多少 决定官员的升迁贬折 他们借此任用私人 培植亲信 对于那些 不愿意依附他们的官员 那就是一再的排斥 一再的打击 一些弹劾过严嵩的官员 那就都被记了仇了 等严家父子得了事 这些人纷纷被陷害入狱 至于此地的大有人在 就当年多嘴多说的一两句 都被流放了 你想想吧 那得罪狠了的人能活得了吗 在弹劾严嵩的官员中 有一位兵部员外郎 叫杨继胜啊 当年这杨大人最坚决 严嵩对他也是最恨之入骨 他就在这世宗面前搬弄是非 把杨继胜杨大人投入监狱之中 夹境三十四年 严嵩在世宗批准处决的案件中 把杨继胜的名字贴上去了 这多好 和这世宗皇帝 没打算处死这杨大人 但是 那圣子那留个空 严嵩这书法很棒 极善于魔法 为了达到自己这种目的 他没短暖恋皇帝那字体 现在能一假乱真 把这处决名单上 加了一个杨继胜 了无痕迹 天衣无缝的 就处死了自己心中的政敌 杨大人死得多冤呢 这都是严嵩擅长的把戏 严嵩父子 狼狈为奸 党同伐义 引起了政治官员们的愤慨 他们纷纷上书 弹劾严嵩父子 一心要担倒他们爷子 可是这世宗皇帝 偏偏不识其间 是一味宠心呢 就觉得严嵩可信 命人 拆去宫中的小店 干嘛呀 写什么木料呗 拆一座不太用的小店鱼 给严嵩营造炉舍 朝夕赐玉膳赐玉酒 老在这丁班 你没个好住处 这么大年岁哪行呢 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吧 这多开恩呢 尤其是体会严嵩年纪高 特别批准 允许严嵩出入进宫 可以做小轿子 这简直是恩宠到天了 何想严嵩 在世宗家境皇帝眼中 那是怎样一番大红大紫啊 这朝中 有昏君加权臣 那么外部周边 怎能太平呢 长期以来 明朝的北部边坊 一直受到蒙古各部落的侵扰 英宗时候的土木之变 那是一个最典型的入侵事件 打这之后 达旦部时常骚扰明朝边境 红治年间 达旦部悍然庸重 陆距何套注目 到这儿 停着不走了 放着木了 赶到嘉靖朝的时候 世宗天天 老跟着老道那练法术 这边法也没人管了 边防力量大为削弱 达旦部趁机继续占据核桃地区 不时的深入到明朝边境以内 以略升旭啊 达旦占据的核桃地区 之所以叫核桃 是因为三面临河 这个地方土地肥沃 在地理位置上 接近明朝的一些重要边阵 出了这核桃 就可以攻击明朝重阵 宣服 大同 三元 震动基辅啊 要进这核桃 就可以攻击 阎随 宁夏 雇元 侵扰观中 所以核桃地区 对明朝的北部边坊 有着重要的意义 鉴于核桃地里的重要性 总督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 叫曾显 他立主收复核桃 他上书 世宗啊 提出八项建议 当时 被严嵩排挤出内阁的前任首辅夏言 正好被召回来 继续留用 严嵩退居其次 严嵩怎么交权了 他不交也不行啊 大臣联名上书 做做样子 也得先退下来 这样夏言才被重新启用 夏言 正在这会儿担任首辅 就接到了曾显的上书 他十分赞同 曾显的主张啊 在世宗面前 大家称赞 嘉靖二十六年 曾显便受命率兵出赛 是袭击打扮 取得胜利 再次上书 提出应该恢复核桃 是一整套方略 夏言复出之后 严嵩一直不甘心 居于夏言之下呀 转年来 他借核桃问题 向世宗家境又进禅言了 说现在这首辅夏言 跟曾显 这就相互勾结 随随便便 就在边关打仗 这叫清开边战 是破坏国事啊 他们孤名钓鱼 要干什么呀 这话要是明白 皇帝一听不得急了吗 那核桃地区都会丢了 都归人家了 这怎么叫清财边战呢 可这世宗 昏会到极点 一听 觉得严肃说得对呀 不分是非曲直啊 再一次把夏言给罢了官 把曾显 逮捕入狱了 严嵩又缩使自己的亲信 贤宁侯叫求鸾 诬陷曾显 犯有掩盖败籍之罪 曾经打败仗 他没跟朝廷说 他自个掩盖了 世宗家境也不调查 就传指 把曾显问斩呢 这忠臣死得多冤 曾显一死 夏言也就知道 难逃严嵩的陷害了 偏偏这时 蒙古达旦部的可汗 安达率众入侵呢 严嵩趁机 激怒世宗家境 看见没 陛下 安达禁扰 都是夏言增险 挑起边境 导致的恶果呀 本来夏言都被流放了嘛 世宗家境闻听 严嵩此言 连忙下旨 把夏言 由中途 又给抓回来了 就在北京西市 给斩首了 朝野震动 您别忘了 这斩首的是朝廷首府啊 打这起 再也没人敢提 收复和套一事 夹境二十九年 达旦克汗安达 率部进犯大同 驻守大同的总兵 求鸾 是全无军事才能啊 面对安达的进攻 他就一招 什么招啊 花钱呢 用重金去收买安达 求他别打自己的房区 您受累绕绕得了 绕绕 您走别的地方 不也能进去吗 这什么官员啊 安达收了钱 还真就答应了 引兵东去 攻占谷北口 从谷北口过长城 挥师直路 进逼北京啊 京师闻讯大乱啊 世宗马上宣布 北京戒严 下令集合军队 准备作战 谁知道这令下完 军队老半天 集中不起来 这多着急啊 敌人是兵临城下 城里边集合 不管用 怎么回事啊 敢他们一调查 才知道 原先这城里 只剩下四五万军兵了 这四五万人啊 要一大半 是老弱病残兵 大多数 在总兵提督太监家中 使用着呢 在人家当奴才用的呢 这多少年不打仗 合着都改行呢 这紧要关头 要把这些仆人们都揪击出来 换军装 这刀枪能不能用 还两树啊呢 再看看那武器库吧 好嘛 武器库都空了 怎么 那太监们经常索取贿赂 武器库也没人看管 好些人为了行贿 把那武器都卖了 按废铁能卖大概 无法顺利取出兵刃呢 要人没人 要武器没武器 这北京怎么守啊 世宗家境 只好命令文武大臣 你们玩命给我守住京城九门啊 派人到百姓中去招募义勇吧 先招点民兵吧 然后往外发出消息 传习各阵兵马 入京秦王 赶快来救驾 各阵接到秦王的诏令之后 陆续都到了北京啊 囚链为了趁机邀功 他主动要求入园 你看这人 什么叫奸臣呢 敌人来说他告人绕道 这会一听说秦王 为了想投工 主动要求要进京城来 世宗就命这囚链 做平鲁大将军 截至各路的秦王军队 各路援兵都汇集到北京城外了 但是因为出发的特别仓促 都没带粮食 没粮食那三军得吃饭 世宗嘉靖 只好下令 犒赏三军 可是钱那粮啊 费用可不小啊 从哪出啊 把这户部上书籍的 都直脑脑的 户部公文转来转去 转了两三天 才给每个士兵 发来几张薄饼 这都不能按顿吃 这得忍着吃 快饿晕了时候再吃一口 这怎么打仗 军队因为饥饿 疲惫 是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这时主持军务的兵部尚书 丁汝葵着急 他去向严松请教啊 阁老怎么办呢 严松一听 若在边塞打败仗 还可瞒过皇上 现在是在京城 在大家眼皮底子下 吃了败仗 瞒不了天子啊 到时谁来承担过失啊 不如啊 让达旦抢购了自个儿 离去为好啊 丁汝葵一听严松这话 也有道理 抢购不就走吗 要真打败了 那可就没法解释了 好的 又阁老您这句话 我这兵部尚书 就好办了 丁汝葵主抓军士啊 从严松这儿 找着答案了 他回去传令诸将 告诉你们啊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所以众将官 连一个射箭的都没有 就看着蒙古达旦部落 任意抢去啊 安达汗带领他的部下 在北京成交 抢了八天 抢的实在是带不动了 那马都驮不动了 一看 够数了 走吧 大量人续财物 跟着蒙古大队 踏沉北去啊 这会儿 那位放敌人进来的囚鸾 不是被封为 平主大将军吗 他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 带领的兵将 随后尾追啊 下装追击 没想到 装点的太像了 追得太快了 真给追上了 跟底下部署一通 嚷嚷 怎么真追啊 大伙一听 您让我们追的呀 那追上怎么办 打吧 不打可得行啊 跑都跑不了了 安达汗率兵迎战 把囚鸾打得大败 死伤一千多人啊 人家安达汗 这才大摇大摆的率兵 顺着原路 由古北口出塞北去 囚鸾一看没辙了 把当地老百姓 抓了好几百个 一通砍沙 把脑袋系一块 找嘉靖皇帝报工来了 这嘉靖皇帝啊 也不知道是吃这丹药 吃的伤着脑子 还怎么着 没有正常判断能力了 你看看也知道 这些人 他是不是敌人呢 大概写的乎拉 也没忍心看 大家赞赏 夸赞这平鲁大将军 囚鸾呢 家风他为太保 这一朝 糊涂的君臣啊 说糊涂都好听啊 这他什么人呢 像囚鸾这样 没有国格 没有人格的人 居然 受了家风了 这在那时候 都不算稀奇了 相反 那兵部尚书 丁鲁奎怎么样啊 丁鲁奎 就没有什么好运气了 世宗责怪这兵部尚书 看着安达带着蒙古人 成凶抢劫 你居然按兵不动 你是何意啊 把他给我抓起来 丁鲁奎急了 又找严嵩来了 格老 我怎么办呢 严嵩拍着胸脯巴巴想啊 丁大人放心 有老夫在 一定不会让你受到责难 行 有格老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丁鲁奎 还真相信严嵩 敢等到 世宗家境皇帝 召见他的时候 当面质问 为什么纵容敌人行凶啊 你这是何意啊 这会儿这丁鲁奎 就拿眼看着严嵩 心想该您说话了呀 再看严嵩啊 眉眉往下一搭了 眼皮往下一闭 上下眼皮 他一合他不吭伤 手里虚然 就跟睡着了一样 哎 哥老 您倒是说呀 丁鲁奎这会儿 才想替自己身边 谁听啊 世宗家境 怒火万丈啊 来啊 把这叛国之臣 给我推进去 丁鲁奎 回到这会儿才明白 哎呀 严嵩 我 严嵩 我 这算他临死前的觉悟吧 通过这件事 就能看出严嵩这人品 怎么样呢 他用丁鲁奎的性命 保证了自己的相位 合着 打胜仗的都是他的手下 打败仗的都由这替罪羊给替了罪了 严嵩 算保持住首辅大位 牢牢稳固了 在嘉靖二十九年的甘之纪年 叫 耕虚年 那么这一次安达入侵 就被称为 耕虚之变 耕虚之变过后 这达旦布的可汗 安达算尝着甜头了 看来 去一趟北京 能拿来不少东西啊 每次南下 都能如此收获 那我就多去几趟吧 安达可汗 多次派兵侵扰明朝北部边境 明朝廷上下对此时大伤脑筋 大同一带 宣抚一带的老百姓 深受战乱之苦 是苦不可言啊 就在安达越来越得意的时候 他的部落中突然发生了一桩 变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